在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当中的 我们做《人文地球》这一本书 以一次分享活动 这次活动的 这次活动的屏幕呢 叫做人文地球 通过人文地球 读懂地球的心理度 今天的分享活动 我们特别高兴地请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原本与社会科学学院执行任何 史研理教授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张九成老师 张九成老师呢 也是《人文地球》的作者 我叫刘建 我叫刘建 是《人文地球》的课判编辑 也是今天这场活动的主持人 这次直播活动 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博雅讲堂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人民与社会科学学院》 全国地质资料馆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质学史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史 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 单增文化 新庄课堂联合主办 由单增人文兰世学校写办 是北大博雅讲堂的第461期 也是单增人文讲堂的第3期 《人文地球》这本书是单增文化策划 由黄沃先生主编的《人文知识计划》 已经录选了十四五国家证点出版规划 在今天的活动一开始 首先让我们看一段 由从书主编黄沃先生录制的推荐视频 今天我推荐的书是《人文地球》 那么作为这本书呢 是我策划的一套《人文知识进化丛书》里 关于地球的人文知识的一套书 为什么作为这本书呢 因为这是标着人类进步的一个阶段 当达尔文出发的时候 去探导他的物种起源的时候 他手里只拿了一本书 就英国的地质学家的莱伊尔的地质车原理 那么后来地质车原理和物种起源 就成为了人类进化史上的两个著名代表作 那这标志着人们 人类对地球的认识的开始 那么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建设 经历了这么多年 又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 经济快速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 我们回过头来要填补 我们的人文知识的这个结构 首先正确的认识 我们的地球到底是怎么来的 怎么进化的 反过来我们要有责任 就保护地球 承担起我们的生态的这个职责来 那么这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层知识 所以这本书非常重要 百谢主编黄陆波先生的推荐 视频中黄先生提出呢 我们有责任保护地球 承担起生态的责任 说起世界地球日呢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张九成老师 之前的时候 曾经和您在聊天的时候 评论提过 世界地球日往往是大家去 博物馆看馆看展 或者是到地质公园去 进行野外的地质研学的过程 然后呢 比如说像我们大多数呢 进行的是对自然地球的探访 之前呢 听说过人文地理的概念 但是人文地球的概念呢 却是在这种书当中 被首次系统的提及和提出 所以说 首先想请您给咱们的读者朋友们分享一下 您是怎么讲讲世界地球日的由来 以及谈判您觉得人们地球是什么 自然地球是什么 好的 有请张老师 好的 今天正好是世界上的第53个世界地球日 那么实际上在53年前呢 这一天呢 是在美国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游行活动 这次活动的主题就是要保护环境 这个防止这个环境污染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个情况呢 实际上是在1970年的前十多年的时候 在世界各地发生了很多次比较恶性的环境事件 比如说在美国发生了光化学烟雾 在英国的这个伦敦的这个灵雾雾的污染 还有像日本的水域病啊 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其实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到了环境污染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1962年的时候呢 就是美国的一个科普作家叫卡逊 他写了一本《寂静的春天》 这个书里头实际上他强调了这个农药啊 还有化学用品啊 对于环境的一个污染 那么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呢 就引起了这个全世界人民的重视 那比如说这个到了70年代以后 就开始越来越多的 有更多的人就是更关注环境问题 也提出来了很多关于环境 保护环境的理论啊 政策法规啊 还有一些这个 还有一些这个环境保护机构啊 比如说联合国的环境规划署 也是在这个时候建立出来的 所以呢 正是因为这一点 我们就这个 这个每年的4月22号开始呢 人们就庆祝这个世界地球日 当时是叫做地球日 那么20年以后的1990年呢 大家觉得既然是个地球的问题 那就全世界的问题 所以呼吁世界各国的人们来参加 那么在90年的时候 有一百多个国家来参与的这样活动 我们中国也参与了其中 那么到了2009年的时候呢 联合国就决定了把这一天定为 国际世界地球母亲节 但是这个 因为他们觉得地球是我们的母亲嘛 所以就叫了这个很正式的一个名字 但是由于过去20年当中 大家都管它叫世界地球日 所以到现在 我们还是习惯于用这个名字 这个就是关于世界地球日的一个由来 那么你刚才提到了人文地球 这个人文地球 为什么想到用这个名字呢 其实我们每一天 比如说大家其实经常是要看地图的 那么这个地图实际上是一个 是自然地球还是人文地球呢 可能有人会说 比如说那我要是看到的这个地图 是山川形式的图 那就是自然地球啊 其实并不是这样 比如说我带来几张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这张图呢 我带了三张图 这三张图介绍的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南极洲 第一张图啊 第一张图 不好意思 这个第一张图 这个是十五世纪的 十五世纪的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南极洲是什么样子啊 它从这儿一直到这儿 整个这个都是南极洲 这个南极洲实际上 并不是真正大家看到的南极洲 而是当时的人们想象中的 他会认为就是说 这个已经 既然地球的北半部分都是大陆 那么南面也应该有一个大陆 所以这个地球才能保持平衡啊 所以当时南极洲是这个样子 那么下一张图 这个是十九世纪中期 这个是人们看到南极洲了 但是南极洲 南极大陆啊 南极大陆 但是南极大陆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这个是人们根据当时的认识 画出来的一个 到了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已经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更接近我们现在的样子了 但是不是真正的自然的南极洲的样子呢 其实还不是 还是人们在当时认识水平下的 一个南极洲的样子 所以呢 我个人就在想啊 这个其实与自然地球相应的 它其实还有一个人们地球 这个人们地球是什么呢 就是人类用图像 用地图 用文字 用数据 来表现的一种地球 那么我们称这个自然地球 我们老说我们的地球是一个蓝色星球 那么其实人们地球呢 它是多彩的 而且这个人们地球我老行 它像个万花筒 它不但多彩 而且是不断的变化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关于人们地球的一个设想 其实它就是一个人类所认识的 人类眼中的一个地球 所以我们就是管它叫人们地球 好的 谢谢张老师的分享 听完张老师分享之后呢 我突然就在想啊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白天的时候 你去到这个自然博物馆 或者是我们到地球公寓园去进行这个研学实践 或者是自然博物馆的考察和观看 其实呢也是一次人们地球的实践过程 对 也是我们在自己书写 属于自己特色的科学史的一个过程 对 书写科学史这个字呢 其实我有一个前两天看到一篇公众号 然后上面写了这么样的一个话题 写了一个有点 有一点让人一看就有一点这个 很直接的一个标题 叫做科学史就是讲科学家的故事吧 那么到底科学史是不是讲科学家的故事呢 因为今天我们也请到了石英尼老师 石英尼老师主要做科学史和偏文学史方面的研究 那么且石英尼老师跟我们聊一聊 您心中认为的科学史是什么样子呢 好的 有请石英尼老师 好 这个谢谢啊 就是非常高兴参加今天这么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活动啊 那么 提到科学史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科学它是由科学家创造的 所以 我们 讲一讲科学家的故事 这个呢也是我们 帮助我们来理解科学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并且呢通过阅读科学家的故事 我们可以增强这个 这个对科学的兴趣 而且他也能对学科学的人做科学的人来说 他应该也能起到一个 抑制的作用 那么对于科学史来讲呢 研究科学家肯定是他的重要的内容 但是呢如果说科学史就是讲一讲科学家的故事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这个早已经有科学家的 科学史家早就对这样的一种观点提出了这个否定 那么实际上呢科学史的话要讲起来的话 首先实际上他要研究的 就是科学 他或者说科学的一个门类 或者说这个门类里面的一个分支 他究竟是怎么从无到有的 他这个他有研究的那些问题是怎么被提出 怎么被发现 然后人们又用了些什么样的方法来讨论这些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 他提出那么人们提出过一些什么样的 什么概念啊 学说啊 理论 建立过什么样的一些什么 这个公式 提出过什么样的公式 什么样的一些 规律 那么这样的一些提出的这些概念也好 理论也好 学说也好 公式也好 定律也好 他是怎么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讨论啊 批判啊 修正啊 后来呢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呢 就是推动了 我们一个整个科学 或者说科学的一个门类 或者科学的一个分支的这个发展 这个呢 我想应该是我们科学史所关注的一个比较核心的这个内容 那么我们做科学史的人呢 也把这个叫科学的内部历史 或者简称就是一个内史 或者叫一个科学的思想史 对吧 那么这个是我们做科学史的一种途径 但是呢 科学它也不是说是在这个真空里边发展的 对吧 所以呢 它应该是和这个整个社会有关系的 所以呢 科学史呢 它也关注这个科学的发展 它和整个社会 对吧 各个方面 包括的政治的 经济的 文化的 甚至于军事的 等等等等 各个方面的 这样的一些关系 对吧 那么 也关注这个科学 它 比如说 它在什么样的一些社会环境下 社会条件下 那么它会得到发展 对吧 有哪些这样的一些社会因素 可能对它有意志阻碍的 这样的一些作用 对吧 当然我们同时也会关注 科学它反过头来 对吧 对于我们这个社会 对于我们的经济 政治文化 军事等等等等 各个方面的 这些影响 这个影响 当然也有正面的 也有非正面的 这样的一些影响 那么这样的一种研究的话 被我们称为所谓的科学的 外在的历史 或者叫外事 这个就是两种基本的 做科学史的这种方法 当然 科学史发展到现在 也有这个100多年的 这样的一个 几十年100年 这样的一个历史 那么到现在的话 也没有说 这个很多的 很多的时候呢 有很多人的话 他也不是分得这么清楚 那么做内事的人 他肯定要关注一点 外史的因素 那么做外史的人呢 他也应该要关注一些 内史的这个发展 比如像张老师的 这个人文地球 对吧 他里面讲的内容 他的主线 他的核心 对吧 他肯定是 关于人们对 或者地球科学吧 我们如果说套用这样的一个 干验的话 他怎么从最初 一直发展到我们二世纪 这个整个的理论体系 这些东西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但是他整个的 又是把它放在一个人文的 人类文明的 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里面 大的一个背景上面 来进行这样的讨论 这个他就是说 他内史的这些讨论 他也离不开对外史的 这个一些基本的一些铺陈 那么目前我们的这个科学史的研究 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比如我们有什么 前球史的视野也好 或者说有这个文明史的视野 那么重点的就是讨论 这个科学发展 对吧 他对于整个人类文明 他在整个人类文明的 这个发展中间 他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 他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那么在现在的这个科学技术 这个发展之下 那么人类这个推动之下 那么未来人类的这个文明 他的前景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那么这些其实都是 我们作为一个研究科学史的 学者来说的话 或者关注科学史的人来讲 他可能会经常思考的一些问题 好的 感谢谢谢石老师的分享 因为听了您的分享之后 我们大概明白 科学史其实是一个很交叉的学科 而且它本身也是一个很综合的学科 其实可能从人类从事科学实践的 那一刻起 科学史就是一次 有未完成的数学旅行 好的 然后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古代东西方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以弊理为命名的著作 比如说在中国的部分 然后大家都很熟悉 像山海经 女共等等 然后那么这些著作呢 希望请张老师代表了 代表了世界东西方古人 对于大地的认识 我们想请张老师来聊一聊 在古典时代 人们对大地是怎样的认识的 有请张老师 好的 是这样 就是这个 就像刚才你所说的 这个实际上在地理这个词 在很早就出现了 东方西方都出现的非常早 那么我们东方出现地理的时候 是在这个 周一戏词当中 其中有一句话很有名的 就是 洋以关于天文 福以柴于地理 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很像 天地对话 这个地理是跟天文是对应的 那么实际上 它这个含义呢 就是指我们周围的山川形式 这种自然环境 那么在西方 实际上它这个地理 这个词呢 它是由两个词根构成的 一个词根就是大地 一个词根就是描述 所以大家就是根据这个 这个单词就是觉得呢 在古希腊时期已经有了地理学 因为它是关于大地的描述 但实际上呢 就是当时的地理的概念 跟我们现在的科学的地理学 肯定还是不是一回事 我觉得当时的地理概念 更像是我们的人文地球 然后呢 从这个著作来说呢 其实东西方都出现了大量的 这个地理学的著作 那么我们就是以地理 这个词作为书名的 书就有很多很多 那么比如说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有着延续三千多年的 这个文字的记录 从来没有间断过 那么最典型的 比如说我们的二十四诗 我们二十四诗当中 有十部地理制 那么实际上涉及地理的书籍呢 就有十六部 但是其中有十部 名字就叫做地理制 所以呢 这个地理这个概念呢 在东方很早就出现了 在西方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古希腊的斯德拉波 他写的这个地理学 一直被认为是古希腊时期的 极大成之作 这就是当时 东西方对于这个地理学的一个 大概的认识 他们的描述呢 基本上包括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自然 和人文的情况 比如说自然呀 山川 河流 湖泊 海洋啊 然后比如说人文方面 就是道理 户口 物产 经济 交通啊 所以呢 仍然是我们的人文地球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好的好的 谢谢张老师的分享 看来我们的人文地球的写作呢 是一次向古典文明致敬的过程 对对对 然后因为我们知道 在过去的一个周呢 然后有一个新闻 我们经常是在我们的朋友圈呢 或者是这个手机上刷屏的 那就是过去的一周呢 是神周十三号 出差太空返回祖国的日子 这个是我们国家 对太空全面的探索 也是人类从太空认识地球的一次重大进步吧 那么在古典的时候呢 当人类无法翱翔太空的时候 我们的古人是如何在 星飞一枕当中定位我们的大地和我们的地球呢 那么现在想请石老师为大家分享一下 古人古典时代 人们是如何在观测当中想象我们的大地 好吧 就是这个 我们知道呢 中国古代的这个天文学呢 是非常的发达的 对吧 那么 但是呢 中国古代 它没有像古希腊那样 就是那么早提出这个 大地是一个球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尽管如此的话 这个 在这个发展这个天文学啊 这个过程中间啊 他还是要考虑这个天和地之间的 这种关系 这种方位关系 对吧 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宇宙模型中间 比如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型中间 比如盖天说 他就认为天和地是一个上下关系 而到了后来最通用的 对吧 后来被大部分这个天文学家 立法家采用的 这个混天说里面 他就认为天是在外面 是一个球 对吧 然后这个地呢 它是在这个球里面的 一个平平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整个天和地呢 就是和这个一个鸡蛋一样 在一起 那么这些呢 都是对于这个天和地关系的 这个思考 这于在立法计算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关注到 有些天象 可能它是具有地域性 它在不同的地方 它肯定是会不一样的 那么相应的也构建了 一些这个 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算法 对吧 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 天文学的一些知识呢 它也有的时候也会影响到 很多其他的一些方面 对吧 就是 就是天文学对地的这种看法 对吧 比如说这个唐代这个王国 对吧 他写的这个唐王阁这个序里面 他就开始的这几句 对吧 就是叫什么豫章古城 这个宏都 叫什么豫章 这个一下卡住了 这个豫章故地 宏都新城 新分亦争 然后地界横庐 实际上呢 他这四句话 实际上他要讲的是一个地的概念 就是说我这个藤王阁在的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宏都 就是宏州那个时候叫 其实就是在今天这个江西的这个南昌 那么这个地方 它的地点 他用了这个横就是那个湖南的那个横山 庐呢 就是江西的那个庐山 对吧 他用山来标注它的地点 肯定是很自然的 但是他这里面讲了一个 新分亦真 这个义和真实际上就是我们古代天文学里面 这个有一个28秀体系 对吧 也就是沿着黄道的这个28个星座 那么这个是属于 这个应该是南方 这个两秀 那么为什么他提到这样的两个 天上的两个星座的名字 对吧 这个就是和我们古代的一种特殊的这个 所谓的分和地 和古代人们对于这个地的这个认识 是有关系的 对吧 那么古人的话呢 就是说在天文学上 他会把沿着黄道带的这个 这个部分呢 他划分成为所谓的12次 对吧 均分成12个部分 对吧 然后每一次给一个名字 比如说什么寿星啊 大火啊 什么这个西木啊 等等等等的 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古希腊提出的这个黄道十二宫的概念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 那么这个天文学家就想了这个 这12个12次 它其实是对应着地球上的 或者说我们当时讲的天下 或者说当时的这个人们心目中的这个这个世界 就是我们 主要是我们中国了 它的12周 这个 那么这个呢 就是叫分野 而这些12次呢 它又对应于28秀里的 不同的这个秀 对吧 不同的星座 所以呢 又有所谓分心的概念 所以那个第三句 对吧 叫心分一真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它实际上是 就是体现了我们中国古代这样的一个 天人合一 对吧 这样的一个思想 对吧 这样的一个天人合一的一个思想 它可以说是在这个天文学中的一个反应 当然 这个呢 拿着这个也是有点用的 就是说 古代的天文学家可能会拿着这个来 做一些这个 心战 对吧 比如说 如果说我看到在 哪个这个 分野里面 对吧 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天象 它是福是祸 对吧 它可能会对应于相应的这个地域 对吧 这个呢 就是提供了一个心战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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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叫什么呢 也可以说是一种这个坐标吧 对吧 是这样的 当然当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 对吧 人们对这样的一些心战的这个怀疑态度也是越来越强烈 不过呢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地有分心 对吧 这样的一种概念呢 在中国古代呢 它就一直流传下来了 一直到这个清代 对吧 你要写这个地方字 对吧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张老师在书里面其实也讨论了很多了 就是说他认为这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地学 对吧 那么这个里面一般他一开始都要把这个这个地方的分心 把它写进来 所以有的时候写写地方字的话 一定要请这个天文学家来参与 就是要确定 对吧 我这个线 对吧 我的分心究竟是哪一秀的甚至于是多少度 对吧 这个都把它确定出来 这个是一种很有趣的一种这个 也可以说是一种标示这个地方的 这个地理方位的一种方式 好的感谢谢谢石老师的分享 听完了石老师的分享之后 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其实在中国 中国古代包括中国 无论是古典时代 东方和西方 它整体上 天体之间是能不停的有对话的 而且他们之间的 他们之间的这种融合 或者他们最后对话形成成果 可能往往形成在这个地方字当中 然后也是表达了古人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 它的一个思想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把时间 从古典拉向初古时期 然后看看那些伟大的道路 和伟大的旅行家们 然后在这个问题上 想请张老师聊一聊 就是伟大的道路 《丝绸之路》和那些著名的东方有记 有请张老师 好的 实际上这个《丝绸之路》 大家是耳熟能详了 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知道了 但是其实《丝绸之路》这个词的出现非常晚 是到了19世纪的末期 是一个德国地理学家叫李希霍芬 他提出来的 后来由他的学生斯文赫定 写了一本书 那个书的题目就叫做《丝绸之路》 这样的话才引起了全世界 对这个道路和这个名词的重视 中国人实际使用《丝绸之路》 是在了20世纪30年代 那么在此之前 实际是丝绸之路 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 那么这个丝绸之路 中国人管的叫商道 那么一听商道 其实就很简单了 就是大家通过这条路 经商旅游 甚至战争 甚至一些宗教活动 可能都要走这些路 那么在这些人当中 他们很多人就记录了 他们沿途的建文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游记 那么我们都知道 这个地球科学 它有个特点 它最基本的研究的方法 就是观测 那么实际上是科学的野外实习 野外考察的方法 那是很晚才出现的 那么在科学的野外考察方法 出现以前 我们实际上主要就是通过这些人 那么在路上进行观测和记录的 那么无论是中国 还是西方都有很多的游记著作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唐玄壮 他到他写的大唐西域记 他走的100多个国家 那么记录这100多个国家的疆域 地貌 风土人情 物产都有 那么当然来到东方写的 关于东方的游记最有名的 大家都知道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了 那么马可波罗游记 当时出版的时候 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他把欧洲人所知道的世界 扩大了一倍多 这个就是让一下让欧洲人的世界 眼光打开了 然后他又把中国描写的 非常的这个富丽堂皇 然后遍地黄金 所以这也引起了欧洲人 对于东方的向往 对于东方财富的一种向往 所以这个当时的时候 就是一方面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另外一方面欧洲人呢 有些欧洲人就不相信 就是因为他记录的这些东西 远远地超出了欧洲人 对于世界的理解 比如说他还记录了一些细节 像他说到了中国人用煤做燃料 当时在欧洲的时候 很少用煤做燃料的 所以当时就有一些人怀疑 这个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 其实到现在还有一些人怀疑 这些怀疑的原因是因为 他是作为一个旅行商人 他沿着这个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时候 实际上他提到了很多地名 而这些地名呢 他是根据地方音翻译的 然后呢马可波罗他毕竟 商人他不是科学家 他没有一个科学的记录 这个地点的方位呀 当然更不要提经纬度了 就是说没有一个地点的记录 所以人们不知道这些地方在哪儿 包括现在也搞不清楚 所以这样一来呢 就是怀疑他的这个真实性 甚至现在有人提出的就是说 马可波罗既然来中国这么长时间 为什么在他的游记里从来没有提到过中国的筷子 这个是个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以这个来质疑他 但是不管这个马可波罗游记 是现在就是大家接受他或者是质疑他 但是发挥的作用对于欧洲的影响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比如说正是因为马可波罗游记 是欧洲人开始向往东方 带动了这个地理学大发现 还有一个比如说马可波罗游记 当时欧洲很多人就是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 重新绘制了他们的世界地图 他们所认为的世界地图 那么这个就完全是一个全新的地图了 就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就是游记 为什么我们会把它作为我们地理学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典的著作 就是在这儿 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知识 也就相应的推动了这个地球科学的进步 感谢谢谢张老师的分享 其实在张老师出版的这本书 《人民地球》属于《人民趋势进化情书》当中 我们还有一本叫《旅行文学史讲》 这本书是梳理了人类人民史上大大小小的旅行 阅读这本书其实是一次人文和自然的发现之旅 因为刚才您的分享当中提到了一个话题 就是地理大发现 然后我就想到了比如说在航行和航海上 在东西方都没有办法魂离开的一个人 就是哥伦布 因为我们这次的哥伦布的大航海 除了有地理大发现 以及航海史上的意义之外 还有很重要的科学史意义 比如说像他发现了地磁天角等等 就是在这一次当中 当中他的一些收获吧 那么现在我们就希望想请 史老师请您从科学史的角度 帮我们来分享一下 哥伦布这次大航海的科学史战略 尤其是老师 好的 那么哥伦布当然就是由于有航海的这件事情 它实际上是有许多的 对自然现象的许多新的发现 比如说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磁偏角 其实还有磁青角 这样的一些发现 实际上在欧洲来讲的话 它可以说它导致了近代磁学的产生 因为当时有一个英国的这个寓医 叫吉尔伯特 他当时这个也没结婚 赚的钱也不少 但是他拿这个钱 他没有干其他事情 他天天去跟这些回来的水手们 喝咖啡聊天 或者请他们到家里来做客 他了解到这样一些现象之后 他就开始通过实验的方法 来研究这个所谓 为什么会有磁偏角 磁青角 这个当然也是为了 使得海上的这个导航 用磁针来指向 可能会更加的精密 但是正是由于 他的这个研究的话 他又做了大量的实验 比如说他拿一个铁球 拿一个大磁石磨成一个球形 他认为这个就是地球 因为他认为地球应该是一个磁体 又拿这个小的磁针 就是来测这个球体表面附近的 这些它的指向 这就最早的小磁针的实验 最后他得出的这个结论 就是地球 它的确是一个磁体 那么磁青角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球形 所以你在某些地方的话 它这个磁针会朝下面 轻一点 而这个磁偏角 就是由于陆地的这个分布 质量分布不均吧 所以就会在他看来 就是造成这个磁偏角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 当然磁偏角的这个磁青角 磁偏角这样的一个概念 中国其实早就发现了 比如说沈阔在 墨西碧潭里面也讨论过 但是他就没有像这个吉尔伯特 这样来做这么精细的这个实验 而这种实验就是导致了 直接导致了近代磁学的这种产生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哥伦布 他的这个航海大发现 对科学最重要的一个发现 还不是这些 可能还不限于这样的一些 具体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它最重要的是 它改变了人们对于这个自然界的 它打开了一个前所未知的 这样一个自然的这个世界 因为西方人从古代 他就认为地中海 这个以东这些地方 大概就是已知世界 那么除了直布罗陀海峡 那都是未知的世界 而且这个未知的世界是不能去的 是充满危险的 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 在那个中世纪晚期吧 这个时候其实也到文艺复兴啊 就是淡定 对吧 他在神区里面他就写了 说是古代有一个这个国王 对吧 有个古国国王叫尤利西斯 对吧 他就不信那个鞋 他就带领一帮人 划着一夜小粥 他就穿过了直布罗陀海峡 但是呢不信的 就是为了去经验一下这个世界 经验一下 看看外面还是不是存在 更高尚的这些道德啊 这些什么东西 但是呢 不信的是他们划过去以后 过了五个月之后 还是被海浪啊 被这个风暴所吞噬 所以他们心里面就是认为这个地方 就所有的自然的世界就到那里为止 而自然的话 自然的知识的这个世界 大概也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些东西 但是呢 哥伦布的这个航海 它和我们中国的郑河 这个航海是不一样的 郑河它是在一个已知世界里 在进行航海 对吧 而他们呢 是在一个我们 至少对欧洲人来讲 是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 世界中间的航海 所以它带来了这个打开了人们的这个视野吧 所以除了带回来了财富之外 他们还带回来了大量的这个自然的这个知识 从这个动物植物 对吧 就是到这个矿残啊 到这些东西都是前所未知的 而这些东西呢 就鼓励了欧洲的这些思想家 尤其是我们现在叫科学家 对吧 像培根 对吧 他就是认为这个 在发现了这个自然的这个世界之后 那么随之而来的应该是对 知识世界的一个大的发现 为此他写了一套 这个非常这个 有雄心壮志的一套一套书 他叫伟大的复兴 对吧 他制定了怎么去发现 他连工具他都给你提出来了 对吧 而在这套书的封面上 他就是画了一幅画 这幅画画的就是两艘这个大帆船 对吧 阳帆归来 正在穿过那个 直布罗陀海峡的 那个叫海克里斯之柱 就是穿过了原来的自然世界的 这个界限 而在这里呢 就变成了是什么呢 是一个知识世界的一个界限 他认为这个一个知识的新时代 就是由此会到来 而他的这个这幅画也好 还有他的这些著作也好 那么现在我们认为 他是推动整个欧洲近代早期的 他的知识革命 尤其是科学革命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而培根呢 因此我认为他也是一个 新知识时代的一个预言者 这个呢 我认为就是 这个航海大发现 带给人们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启示吧 也是推动了 这个知识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发展 好的 谢谢 谢谢石老师的分享 石老师的分享当中呢 刚才我 我听到石老师分享当中 有一个关键词 那就是哥伦布给我们带到了 一个位置的世界当中 这个位置的世界呢 丰富了我们的知识 而且打开了我们整个的一个 非常崭新的领域 因为呢 下面这个话题呢 我们讲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 因为今天我是天地这个话题 然后呢 我们就讲了两种比较好玩的石头 然后一种石头呢 是陨石 一种石头是化石 我们都知道呢 陨石是记录宇宙生命的 化石呢 是记录地球生命的 那么现在呢 就希望请两位老师呢 分别给大家讲讲 这两种石头 比如说他发现的一些故事 或者是他的一些 带给我们的一些价值啊等等 那么我们按照这个学科的方式呢 咱们先请偏文 先偏后地 先偏后地好吧 这个陨石的故事当然很多的 关于近代的 现代的这些陨石的故事 我相信是很多很多的 有很多时候是很神奇的 比如说 怎么到北极啊 或者南极的 或者到那个雪地上 去寻找这个陨石啊 还有我们中国 这个最大的陨石在什么地方 后来是怎么被发现的 这个故事 我相信是很多的 我们现在大概全球 包括我们中国 是有很多 这个陨石的这种博物馆的 对吧 那么这个陨石的研究 应该说它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学科的一个领域 那么从科学史的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谈谈 人们什么时候 开始认识这个陨石的 那么在这点上呢 就是中国的这个 我们的老祖宗呢 他还是认识的比较早 对吧 比如说这个 在这个春秋 这个里面 他就记载了 在这个鲁庄公七年 也就是公元前六百八十七年 大概这个时候 他说到是这个四月 那个那个某夜晚 是恒星不见 这个恒星和我们 现在理解的恒星 就差不多 就是常常就是 永远在那里的晚上 对吧 那么恒星不见 这个夜中星云如雨 对不对 现在一般认为 这个就是对一场 流星雨的一个描写 对吧 这个这个就是一个一个最早的一个记载 然后在左传里面 他还记载到到这个西宫的这个十六年 也就是公元前六百四十四年 说有陨石 陨于宋 那就是五个 对吧 然后呢 说这是陨 有石 陨于这个宋 对吧 这是有五个石头 而他说这是陨星夜 那么后来这个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里 他就说这个实际上这个所谓心坠下 心坠则实验 对吧 就是说你天上的心掉下来 到地面上他就变成石头了 对吧 当然这个是我认为他的大方向应该是对的 认为这个陨石呢 它是从它是某种天体掉的 当然呢 这个呢 是比这个古希腊这个认识要 要更加接近真相一点 接近事实一点 因为古希腊呢 他从这个亚里斯多德开始 他就认为所谓的流星啊 陨石啊 这些东西应该是 都是大气 大气范围内的 大气圈的事情 因为天界是由那个完美的第五元素组成的 它不可能有生有灭 就不可能产生像彗星啊 星星啊 或者是陨石啊 流星啊 这样的现象 他认为是不可能产生的 对吧 所以呢 现在这个西方应该说到很晚很晚 对吧 到帝谷这个时代 才认识到 其实天上是可以有 彗星啊 陨石啊 陨星啊 这个流星啊 这些东西的 对吧 那么在这一点上 当然我们中国古代 他走在了前面 当然这个里面也还是有问题的了 说这个陨石是恒星的 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因为那个时候 可能中国人 他对这个天体之间的这种区分 对吧 尤其是这些太阳月亮 他肯定和其他不一样 但是对于恒星啊 行星啊 甚至于当时可能就没有所谓小行星的 这样的一些概念 对吧 所以 这一点上呢 应该说是他不足的地方 但是呢 中国人呢 还是对于这个天象啊 非常精细的观测着 那么比如说这个 我们又提到沈阔 对吧 他在这个孟西笔潭里面 他就描述了一次非常完整的 这个陨石陨落的这个事件 他就是说在这个北松制平元年 实际上是1064年 对吧 就是在长州那个地方 对吧 现在从东南开始 对吧 天上呼呼呼呼 就是跟打了一样响 后来就看到一个很亮的这个火团 对吧 比越南还亮 对吧 就是在跑 最后呢 大概一直掉到西北 往西北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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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 大概是掉到了这个 疑心吧 掉到一个信许的人家 他园子边上 把那个什么 他的尾巴什么都砸坏掉 老百姓跑过去一看呢 还能看到一个 微微发亮的东西 那么过了很长时间 就很热嘛 对吧 过了很长时间 他们就顺着那个洞 把它挖出来了 大概挖了好几米深 对吧 之后把它挖出来 而且挖出来一观察 说这个东西是和铁差不多的 对吧 所以这样的描述的话呢 其实它是非常的精细的 从时间地点方向 对吧 当时出现的这个 这个这个整个的 它的现象吧 这是这个这个火球啊 它的亮度 对吧 一直到后来挖出来以后 说它的这个就和铁差不多 对吧 这个都是非常 这些记载 我想应该都是很科学的 对吧 只不过就是当时对于这个隐石 究竟是怎么回事 可能还不太清楚 甚至于还 可能在新战家 可能会拿着这个隐石啊 来做一些新战之类的 那么这个呢 是我想应该是由于时代的局限 对吧 我们现在 耗用这样一个词来描述 古人在认识有限的时候 对吧 他会做出一些 我们现在看来 不怎么科学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用这个词 好的 谢谢 然后下面我们请 物地的部分 请张老师 分享一下化石的故事 这个化石啊 好像所有人都感兴趣 那个所以呢 这个无论是东方和西方 其实都注意到了化石 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化石 它的价值 其实化石的价值 在科学上的意义非常大 因为首先人们是根据化石 地层中不同的化石 来确定这个地层的年代 另外一个呢 地层中这个埋在地底的这个化石呢 它还可以反映当时的气候 环境 天气啊 各个方面的情况 所以它有很大的科学的意义 但这些事情实际上都是 19世纪以后的事了 但是19世纪以前 人们其实就已经看到了化石 那么这个化石呢 首先就引起了人们的好奇 但是呢 同时呢 人们也觉得 既然是这样的 一样的石头 它肯定它也有很 它也有它的作用 东方西方都有 比如说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实际上化石 最早的用处 就是在中药里头 做个药材 比如说这个 哺乳动物的化石啊 当时被认为是龙骨 认为它有什么 不好意思是清热解毒 还是这个 这个我是外行了 肯定是有中医功效的 然后除此之外呢 比如说我们一种 贝壳类的东西 那么这种东西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实验 现在我们也经常 可以看到这种实验 它也是入药的 也是认为它有一种 温补的一种功能 所以这个 多数都把这种作为药材 所以对于化石呢 它多数是描述 它的形状啊 物理性质啊 对于这些的描述 当然也有一些人呢 是把它作为一种观赏品 比如说尤其是鱼化石 那么所以呢 可能在一些古代著作 石谷中也会出现 欧洲人也非常重视化石 他们当时不知道这个叫化石 他们管它叫图像石头 就看上去吗 有像鸟 有像鱼 有像植物 那么像这些东西呢 首先其实第一眼看见 大家就觉得 这是不就是动物啊 植物啊 埋在石头里头呢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 就大概是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 其实人们并不敢这样认为 因为在那个时候 大家是圣经是统治了大家的 我们都知道 圣经上帝用六天的时间 创造了世界 那么创造的顺序什么呢 光 这个陆地 海洋 然后就是天体 星辰 然后才是植物 动物 人类 就是说生物体 都是最后才创造出来的 那么要按照这个顺序的话 动物植物 是不可能被埋在 陆地里头的 所以这样的话 那么这些化石是怎么形成的 为什么这么像 真实的这种动物植物呢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所以很多人都来争论这个问题 有人认为 它就是埋藏的 有些认为不可能 因为按照这个圣经的说法 他们是不可能埋进去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所有人都来争论 这争论的人类 有哲学家 天文学家 地学家 甚至有数学家和画家 但是实际上争论的时候 观点 一个是认为 它就是过去生物的遗体 遗骸被埋葬了 有一种认为 这肯定不是 至于什么原因 我们可以找很多的原因 实际上这两种不同的观点 跟它的专业没关系 而是跟它的宗教信仰有关系 那么相信上帝创造世界的呢 就是坚决不承认 它是一个动物 动植物的遗骸 于是他们就去找 找各种的证据 去寻找 提出各种的解释 那么相信 就是动植物遗骸的呢 也要寻找更多的证据 来支持他们的解释 正是因为这种争论 最后就是才推动了 这个地球科学的进步 所以呢 化石呢 是在这个 人类这个 人们地球的历史上呢 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说 它不但提供了一些科学的数据和证据 同时呢 它也推动了人们去思考 去寻找更多的证据的过程中的 推动了相关学科的进步 感谢张老师和石老师 非常精彩的天地对话 我们都知道 无论陨石还是坏石 其实都是人类对自然的探索 与人类对地质的调查呢 都密度可分 这今年呢 正好也是中国地质学会 成立100周年的纪念日子 这个字成立之日起 就比较倡导 中西交流 学术活跃的平台呢 为地质学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么我特别想请张老师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百岁的新青年 大概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 请张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这个形容 百岁的新青年是非常好 他又100岁了 同时还是青年 其实从青年这个角度来说呢 今年正好是 中国地质学会成立的第100年 我相信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介绍中国地质学会 它所做的一些辉煌的成就 所以时间的限制呢 我们就不谈 现在地质学会 这些辉煌的成就了 我们就不妨看看100年前 在中国地质学会 刚成立的时候的情况 其实1922年 在中国地质学会成立的时候呢 丁文江做了一个报告 他在报告里面说了 地质学会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推动地质学的进步 推动地质学 以及相关学科的进步 他为什么加了一个相关学科呢 实际上在100年前 中国的地质学家 他并不光不仅仅研究地质学 他还研究什么呢 古人类 史前考古 史前考古 土壤 燃料 只要是稍微的 跟这个地球沾边的 很多东西他们都研究 所以呢 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地质学家 所承担的责任 他们是很大的 那么这个从地质学会来说呢 就像你刚才说的 他实际上是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就是为这个地质学家交流呢 提供了一个方便的 那个交流的一个平台吧 那就丁文江也说过这话 他就说 在政府机构当中的一些地质研究机构呢 他们有很多的任务要完成 他们首先要完成政府 给他们的布置任务 那么在高校的地质系当中 那些地质学家呢 他们首先要培养人才 他说没有我们地质学会呢 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 交流理论和思想的 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呢 这个地质学会呢 在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这样 在推动这个学科的进步方面呢 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另外一个啊 你看这个世界各国 它的地质学会 前面都会加一个地名 比如说中国地质学会 伦敦地质学会 美国地质学会 虽然它有这样一个地域的名称 在这个地质学会前套 但是偏偏这个地质学会 它是一个国际性组织 中国地质学会 其实从成立开始 它就有外籍会员的 就是外国地质学家 也同样可以加入这个组织 而且呢 只要是有西方学者来的时候 地质学会也会组织一些学术活动啊 请这个西方学者来做报告 那么除此之外呢 学会其实从成立到现在这一百年中呢 学会承担了很多很多 推动这门学科进步的作用 比如说 他会设立一些 奖金 奖状 奖章 来去奖励这些优秀的学者 和优秀的成果 实际上它本身也是一种导向的作用 那么除此之外呢 他还出版一些刊物啊 定期举行会议啊 来交流和公布最新的研究成果 所以呢 这个今年这个地质学会一百年呢 我相信也真的是一个 因为真的是一个 他正在青春焕发的时候 也希望他能够继续推动这个学科呢 取得更大的成就吧 感谢 谢谢张老师都能讲 我们就会用感谢的新千年 非常丰富的简历 因为我们知道呢 在人类对比墙的认识上 大概有两个皇亲时代 然后一个呢 是文艺复兴时期 另外还有一个呢 是地质学的英雄时代 因为我们还是按照这个 天地的 天地和时间的顺序 顺序来 先天后地 然后呢 我们知道 文艺复兴时期呢 是天然之后 我们是发展到非常辉煌的时期 那么呢 想起了 先起十二时台下 在文艺复兴的时代 地球是如何从宇宙 那颗神圣的中心 被还原为一颗土同天体的 好 好 我们知道呢 这个关于地球 它应该是在世界的中心 这件事情呢 那么古代可能 中西方都是一个共同的这个观点 当然在这个古希腊呢 那么由亚里斯多德呢 把它发展成了一套 非常 这个这个完备的一套宇宙学说 就是所谓的同星球的这个体系 就是因为地球呢 它是 由于它的这个各种物理的这个特性吧 它只能是一个球形 而且是居于这个宇宙的中心 在它的外面呢 就是说是 这个这个以地球为新的 这个这个各层的这个天球 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宇宙模型呢 就是一直 在西方呢 占统治地位 一直到这个中世纪 一直到近代 那么第一个 彻底改变这个 这样的一个宇宙观的 对吧 就是哥伯尼 对吧 就是把这个地球啊 从那个非常保险的这个宇宙中心 对吧 就是上帝非常会晤的这个宇宙中心 把它移到了这个和其他的行星 没什么区别吧 这个呢 是哥伯尼 首先做到的 那么这件事情呢 实际上提出这个宇宙的地球啊 不在宇宙中心 这件事情的话 也不是从哥伯尼开始 对吧 这样最早 毕达格拉斯学派 就说了这个地球 它是围绕着和其他的那些天体一样 它是围绕着一个所谓中心的火团 在运转的 后来呢 到了这个 再往后一点吧 到了这个希腊化时期 又有一个叫这个阿里斯塔克的 这样的一个天文学家呢 他呢 会 其实就是提出了一个和我们现在这个 哥伯尼这个体系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假说 对吧 就是认为太阳它是位于这个宇宙的中心 而地球它是那几颗行星之一 对吧 这个当时知道的这个行星之一 那么但是呢 这个到中世纪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天文学家也好 或者说甚至中国的一些思想家 对吧 都在讨论这个地动的这种可能性 但是呢 这个哥伯尼呢 它是第一个 对吧 它是以地动说 日性地动说之为基础 它建立了一套非常完备的数学天文学的体系 那么你凭借这一套体系 这一套理论 你就可以对原来那个像托勒密 对吧 它是以地心模型建立起来的那一套这个天文学说 对吧 能做到的事情 我这里都能做到 而且精度不比你差 对吧 他第一个做到这样的事情 当然他这个这个这个呢 就提示人们呢 就是说我们原来那种 这个这个这个认为地球 一定是位于世界中心的这个说法 可能也不一定非常的正确 对吧 其实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并且呢 这个哥伯尼他把他这一套模型做得更加和谐 对吧 更加符合古人关于这个天体运动 是要完美的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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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 当然他当时还是没有这个物理学上的 或者天文学上的一些直接证据 所以他也受到了很多的这个质疑 那么其中一个质疑就是说 那为什么既然地球是动的呢 我们为什么看不到这个恒星的位置的一年中间 那些恒星的位置我们看不到一点变化 这就是一个问题 那么地谷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然还有宗教的原因 因为宗教上一直说地球是在中间的 但是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天文学上的原因呢 也导致了很多天文学家 比如像地谷 他就要做一个妥协 他说日星体系呢在计算上可能会好 那么我利用你的长处 但是呢为了保持这个地心说 他就把地球放在中间 让这个太阳呢带着所有的行星在那里转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折中的一个体系 不过呢地谷虽然说他在这个宇宙论上 他不是那么革命 有点保守的吧 从今天看来 但是呢他是一个伟大的观测家 他积累了大量非常系统的 而且精度空前的这样的观测数据 后来地谷 他有一个这个地子 对吧 就是我们都知道是开普勒 那么开普勒就根据他的这些观测数据 对吧 首先是从火星做起 对吧 就是发现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所谓的椭阳轨道定律 就是我们今天讲到他的那个三条定律了 而这条三条定律呢 都是以这个地心说提出来的 对吧 他只不过是说现在地球不是在中心 他是位于一个椭阳轨道的一个焦点上面 是这样的 而且呢 这个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开普勒 他提出这个理论 他是出于一种 纯粹是出于一种信仰 他就相信这个地心说是 这个日心说是对的 地心说就是有问题的 对吧 那么后来呢 就是说像像这个伽利略 对吧 他就通过这个望远镜 通过这样的一些观测以后 他觉得这个地动说 这个日心地动说呢 应该在解释很多的自然现象上 他比这个地心说啊 就是地心地近的这个观点的话 要更加的有更强的这个解释力 对吧 那么再往后对吧 就是主要是牛顿 他就是把这个所谓的天上的力学 就是地下的力学把它统一起来以后 对吧 他这个提出了这个万有引力的这个定律 对吧 而且他通过这样的一个力学的方法 他最后证明了 对吧 那么在整个这个太阳系里面 对吧 他的所谓的质量的中心 只可能是在太阳的附近 对吧 而且在这样万有引力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种有心力的作用下 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个行星的运动 他才能够符合开普勒所揭示的 至少他的第一定律第二定律 第三定律 他是作为一个经验性的事实 作为一个观测事实 用在他的这个讨论中的 那么到这个时候 我整个就从科学上 应该说是从科学上的证明了 这种日星说的这种正确性 那么地球呢 由此就变成了一颗行星 当然最终要证明这个日星说的正确性 一直要到再往后 对吧 什么光行差的发现 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其他的一些 这个恒星视差的发现 等等 这个就进一步的从天文学上 从自然现象上证明了 这个日星地动说的正确性 那么也就是 这样一来的话 大家就不会再怀疑 对吧 这个地球它只是一颗行星 由此就完成了 它从宇宙中心到 太阳边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转换 非常感谢沈老师 石老师让我们明白地球如何变成了一颗普通的行星 当然地球的普通也不普通 因为地球其实是我们太阳系当中 目前已知发现了一种生命的形体 那么我们把视线到起立运动之后 也就是地质学的英雄时代 然后这个时代有一位伟大的地质学家叫南伊尔 然后他有一本他著作叫地质学原理 这也是达尔文带着他去远航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 当然也是我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科学原理 也就是书当中的一种 那么想请张老师 您为我们分享一下 人类在这个时代 对于认识地球上所做出的一些有价值的贡献 谢谢张老师 那个地质学的英雄时代 这个词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 由一个古生物学家叫做齐特尔他提出来的 他把这个英雄时代定在什么时候呢 就十八世纪最后十年 一直到十九世纪的前三十年 就是截到1830年 为什么定在这个时间点呢 就是因为这一年 兰伊尔的地质学原理出版了 其实这是当时齐特尔在十九世纪的末期 回头来看这个历史长河的时候 他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特别辉煌的时代 是一个群星辈出的时代 如果我们从现在来看 我们觉得整个的十九世纪都可以被称为 地质学的英雄时代 包括齐特尔本身 他也是英雄之一 那么现在呢 就是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这个1830年 就是兰伊尔他这个地质学原理 这本书被恩格斯说为是第一次把这个理性带入了地质学 因为在这个莱伊尔之前呢 其实人们一直在争论我们这个地球是怎么形成的 有人认为是洪水作用造成的 形成了现在这个地面的现象 也有人认为是火山作用形成的 但是呢 不管是哪种原因形成的 其实大家都在努力地寻找证据 证明他是上帝创造的 那么后来呢 越来越多的证据呢 实在是没有办法解释 就是说大家越来越发现 其实上帝可能创造不了现在这个样子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认为上帝创造的人呢 那就是他有一个 所谓第一推动力的问题了 就是上帝创造的时候 对这个环境施加了影响力 那么 创造了以后上帝就不管了 那么这个环境就在这了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 对自然界的作用力 过去曾经出现过 但是这个作用力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们根本就无法了解 这个地球过去到底是什么样子 但是 那个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呢 其实大家越来越发现 我们其实是可以了解过去是什么样的 我们无论从刚才提到的化石啊 或者从一些地貌现象啊 从这个地层啊 我们都可以看出它的缓慢的变化 就是莱伊尔学他总结出来 他就是说 其实自然界作用于自然界的力一直存在 而且这个力是不变的 只是由于它是有非常缓慢的过程 在这个缓慢的过程中 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自然界 而且我们的现在的自然界 还会随着这个缓慢的过程 缓慢的力量的作用 还在要发生变化 他的这种理论呢 被称为那个渐进性的变化 但是这个理论呢 所以就是启发了达尔文 你就提到了达尔文 在这个远航的时候带着这本书 他这本书实际上是 他的老师推荐他带的 但是他的老师推荐他带的时候还说 你不要相信里头的东西 但是呢达尔文在远航的过程中 在读这个地质学原理 他越来越觉得 莱伊尔说的是对的 所以呢这本书他就有 他的划时代的作用呢 一个是他的理论 第二个就是他给大家提供的一种方法 最著名的一句话 当然就是莱伊尔说的 他就是说 现在是理解过去的钥匙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现在的这些地貌现象 来推断过去这个 整个这个地球是如何变化的 所以他这个著作 其实是有这种实质性贡献的 当然莱伊尔这个书是一个巨著啊 我印象中出了三卷还是四卷啊 那么实际上这个书呢 他还把当时就是 奇特尔称的这个地质学的英雄时代 就18世纪末期一直到1830年 莱伊尔所在的这个时段 整个这个地质学的历史 所有的观点 不同的观点 还有他们的变化 做了一个详细的梳理 他实现等于是这个时期地质学历史 一个极大成的著作 所以有的人呢 就是觉得 哎呀这个著作 他就是一个集成性的著作 没有创新 但实际上呢 我觉得除了我刚才说的 这种方法上和观点上的创新之外 其实他还有一个创新 就是莱伊尔 因为他的文字 文笔特别的好 然后他的 因为他当时以他的这种学术声望 造成了这套书 在社会上影响特别大 所以呢 就是他促进了现代地质学范式的形成 所以呢 就是说莱伊尔的著作 他不但有理论上的贡献 同时他还真的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他代表着一个旧的时代的结束 和一个新的时代的一个开始 谢谢张老师的分享 刚才我听到张老师的提了一句话 叫做现在是过去的钥匙 其实如果我们更好的认识现在 那同样也是对我们历史的一个认知 其实在当下呢 地球现在越能越变成了一个地理有机体 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呢 也是人类地球永恒不变的主题 下面呢我们想起了两位老师 在这里给大家聊一聊 就是在当下 也是正常我们在前面推荐视频当中谈到的 生态和地球之间的关系 和人类之间的关系 好的 那我们先有请 还是先天后地 还是先天后地 这个要必须是从地到天的 好的那我先来讲也行 因为实际上这个地理 对于环境的地理描述啊 一直非常的重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这个从古希腊时代就是这样 比如说那时候这个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来了可居住区理论 就这个地球啊 它有的地方是可住的 有的地方不能住的 就当时这个古人的认为 它这个可居住区 它是认为跟纬度有关 它认为温带地区是最适宜人类居住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 它已经有了初步的人地关系的思想 当然你现在提到的这个 关于这个地理有机体 这个想法实际上应该是从 红宝时代开始的 就是这个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期 这其实不光是 这是一个怎么说呢 它不是说某个人提出来的 而是说不断地有学者提出 而且这个提出来的过程呢 它实际上也不断地在丰富和完善这个理论 比如说红宝最开始他提出来了 他认为这个自然界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所有的东西都是相互有关联的 他通过这种关联 把这个人和地 或者说是这个人类和环境联系到了一起 那么红宝的这个思想 实际上对后来也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那个 女科夫作家卡逊 就是写这个寂静的春天 其实他在这里也提出来的这个观点 就是说人和环境是一体的 这是不可分开的 它是一个有机体 那么在完后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世界地球日的这种环保运动啊 再包括后来的一些理论呢 其实越来越在强化地球 是作为一个生命的整体 这样的一个观点 来综合性的看待它 当然实际上 这里头最有一次的一个故事 当然就是到了这个 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了 有一个学者叫卡尔卡夫 他呢当时就提出了一个理论 叫做盖亚理论 他其实刚开始提这个理论 说他没有叫这个名字 他就觉得地球 他其实是有生命的 他这个生命是有什么特点 他说你发现了没有 我们这中间这个地球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它其实出现过很多的灾难 但是尽管出现了这么多的灾难 火山爆发呀地震呀 这种或者极端的天气现象 但是最后地球 它都有一个自我调节功能 它能够把自己调节到一个平衡的 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 他就提出了这么一个理论 然后有一天 他就跟他的邻居聊天 他的邻居是个文学家 他邻居说 为什么不叫盖亚理论呢 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名字 因为盖亚是古希腊神话中的 大地女神 这个女神的特点呢 她就是 她既创造了一种 她既创造了一种混乱的局面 同时她又能够想法让它变得平衡起来 所以呢 他觉得这个名字很好 于是他就起了这么一个 他就 他提出这个理论 他觉得地球就是一个生命有机体 那么这个有机体 它是有自我调节的功能的 但是这个提出来以后 提出来以后呢 其实存在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 后来发现这个环境 它越来越文化 越来有的时候 他就调节不了了 所以呢 这个卡尔卡弗特写了好几本书 我们从他的书名就可以看出 他的观点是越来的越悲观 他的第一本书 我记得是叫做 盖亚 关于地球的历史 第二本书好像是叫做 盖亚 然后是地球的年龄 然后第三本书 我印象中是叫盖亚的报复 就是说你人类破坏环境 它自然要开始报复了 然后第四本书就是那个 《病例灭绝》 我忘了具体的名字 我不一定说的准确 反正的意思就是 这个盖亚已经病危了 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从他的名字 你就可以看出了 他的一种悲观 但是呢 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想法 其实倒是对于这些 从事环境保护的运动 和环保人士 给他们提出了一种理论 就是地球 它实际上是有生命的 我们实际上是应该保护 这个生命的 这就是在地的方面 关于地球的认识的一种理论 感谢 谢谢张老师 张老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地球 给我们系统介绍了一下 地球有生命的这个理论 那么现在我们再请 石老师从您的角度 给大家分享一下 您如何认识这个问题的 这个是这样的 虽然说这个 我是今天在这里是管天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 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所以只能还是就地 这个讲地吧 就是说关于这个 人和环境之间的这个关系 当然现在是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我们工业化之后 这个人对这个环境的破坏 这个非常的厉害 实际上要想一想 在我们整个地球的这个生物中间 人和我们这个地球 其实他是最大的敌人 这个不一定确切 但是我是为了表达他的这样的一种 很特殊的关系 因为在所有的生物中间 大概只有人 他在适应环境方面 他的能力是最差的 但是人他却和其他的动物不一样 他是具备了一种能力 他可以主动的去通过 去认识环境 改变环境 来使自己来解决自己 生存和发展 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人从一开始 他对地球要去破坏 从农业开始 他要刀根火种 他就要去烧森林 要去拓展自己的根地的面积 一直到后来的工业化发展以后 他要去找矿产 他生产了以后 他要排什么肺烟肺水 有污染物 各种污染物都出来了 然后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又发展了什么化肥 什么农药这些东西 我们就不要提现在的 各种日用品 他的所产生的这种海量的这些废品 他对自然的资源的这种耗费 和环境的污染的程度 这个应该说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矛盾 当然现在我们随着科学的发展 随着我们人文地理的 人文地球的知识的增长 我们慢慢在改变 刚才张老师讲的都非常好 这样的一些科学家 这样一些有识知识 都在呼吁 他们有的人甚至于用一种悲观的这种语调 这样的一种情绪 来唤醒我们大家对于地球的重视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刚才张老师讲的其实都是我们西方一直下来 一直到现在 但是中国其实古代 我觉得它有一些智慧 还是很值得我们现在去借鉴的 你比如说 我刚才张老师在讲的过程中 我想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州里中间 他在这个官员的设置中间 他就有各种各样的官员 就是负责管理山川 有山川管理的官员 沼泽有负责管着管这个沼泽的官员 还有这个河流啊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这个可以开山 老百姓可以去砍木头了 什么时候你这个打鱼的 你可以开始打鱼了 春天对于这个 比如说你就不能去抓鸟 也不能去这个掏鸟窝 因为那个是他 这些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资源应该是有限的 对吧 那么所以你人类对于这个自然的这种 截取的话 它应该是要有限度的 它应该要符合自然 要和自然本身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截律 对吧 应该是要合拍的 而怎么做到这些 这个是需要国家 需要人类自己 一个是当然有意识 但是他需要有意识的这种管理 对吧 所以不同的这些自然的 从森林也好 到到这个这个水面也好 对吧 这都是要有人去把它管起来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治理的 一个现代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这个应该说对我们应该是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一些思想 所以现在实际上做中国古代环境式的 也还是蛮多的 就是有的时候读一下这些书的话 我觉得还是会让我们从中间受到一些启发 倒不是说这样一些具体的说 我们当时当时多么高明 主要是这个里面所含有的这样的一些思想 对吧 有些思想它还是从一种哲学的这种高度 对吧 它从天地的节律 从这样的一种高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这又回到天文学 这又回到天文学了 那么天文学就是认为你如果说你不按时 不按照这种节律 去做你每个季节该做的事情的话 那么你就会干扰自然正常的这个运转的这样的一种气也好 或者什么东西也好 最后就会导致异常天象的这个出现 这个就是我想分享的一点点感受吧 非常感谢石老师 刚才石老师的分享的过程当中 我也想到孟子有一篇叫寡人之于国义 这篇课文可能我们很多读者朋友 都在中学的时候都对过 然后其中大概有一句话 大概比较容易的叫做 父亲以示如山林才无可胜用也 我觉得说的也就是天文福音 这件事情 暗示暗节群来进行 太早天时和地理来进行这个工作生产 这样的业业 对非常非常感谢张老师和石老师 然后呢 下面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 在世界地球日呢 这个美好的夜晚 如果请两位老师代表地球去宇宙 参加探机生命星体的面试 两位老师会怎么介绍我们的地球母亲呢 好 天文学家是最有发言权的 没有 肯定是地 地是本位 这个是一个 我这台人没找过工作 我们是分配者 我们都是分配工作的 那个如果我觉得 其实要说简单也简单 就一句话了 地球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其实我更欣赏的一句话 就是地球是个有机生命体 正是因为这一点 所以我这个地球呢 它真的是丰富多彩 它是非常多元的 而且我觉得地球 它给各种各样的生命 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这个才是它的伟大之处 还是听我们天文学家说吧 这个没有啊 你这个概括的非常好 要从天文讲道来讲 那就是地球是几百亿颗 几百亿亿颗恒星 中间的一颗恒星周围的 一个很小的 一颗特殊的蓝色的星球 那么这个星球由于它的大小决定了 它会形成这么一个 适合于一些特殊的生物生长的 它只能长这么大 不可能更大 也不可能更小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们的山也不可能更高 也不可能 海洋也不可能更深 这个是由它的大小 它的质量决定的 而另外一方面呢 它特殊的这个元素的组成 还有它到地球的 到太阳的距离 这些环境 就导致它会产生 这个一种特殊的 这个碳基类的这个生物 这个生物它很奇怪 它有注觉 有什么味觉 有听觉 有嗅觉 有视觉 它还长了一个脑袋 它要去思考 这样的一些问题 这是由于这样的 一种生物的出现 那么就使得我们 对于地球本身 有了这样的认识 从而产生所谓的人文地球 这样的概念 并且呢 它不光是把眼光 把自己探索的这种 这个这个注角吧 不是限于我们 这个周围的这个世界 它还会创造各种机会 从肉眼看不到以后 会发明望远镜 望远镜看不到以后 会造更大的望远镜 或者说最后就是会有 有什么这个 这个射电望远镜 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手段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 探索的这个范围啊 就是扩大到了 一百多亿光年之外的 这样的这个距离 当我们从看到 这样的宇宙以后 我们在回望我们的 这个我们的这个星系也好 我们的这个小的太阳系 或者是我们这个 根本看不到的 可能这个这个 这个小小的星星也好 那么我们的确会 产生很多的联想 的确会对我们的这个 人类的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不光是 我们这个宇宙 包括我们这个星系 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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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球 这个行星 以及这个行星上的 这种特殊的生物 它的文明未来的 就是它未来的这个发展 会产生很多的反思 也就是说到了 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对地球的关注 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而且也是每一个人呢 都需要去特别关注的事情了 这不光是天文学家的事情 也不光是地 地球科学家的事情 好的好的感谢石老师 石老师刚才的分享当中呢 我听到石老师讲到了一个词语 叫做一个小小的蓝色的光点 然后我想到张绿辰老师 在这本书当中呢 在他的序言当中 就有一段提到了卡尔萨根的一本书 叫《暗淡蓝点》 这本书呢是相当于我们这个 所有可能喜欢天文学和喜欢地球的人 都会读的一段都会读的一本书 今天等于是受张老师的委托 本来给大家分享 读一小段 然后这是张老师在这本书当中 引用的不可能 然后刚看到照片中 地球只是一个微小的电视 这个照片呢 是当年卡西尼号 在飞离土星的时候 然后在土星环的侧眼之下 看到了地球的形象 是一个小小的点 然后他是这么描述的 他说这是家园 这是我们你所爱的每一个人 你认识的每一个人 你听说过的每一个人 曾经有过的每一个人 都在他上面度过他们的一生 我们的欢乐与痛苦聚集在一起 数以千计的自以为的 是宗教意识形态的经济学说 每一个猎人与梁末征收缘 每一个英雄与懦夫 每一个文明的缔造者与毁灭者 每一个国王与农夫 每一对年轻情侣 每一个母亲和父亲 满怀希望的孩子 发明家和探险家 每一个超级明星 每一个最高领袖 人类历史上 每一个圣人与罪犯 都在这里 一地悬浮于阳光中的 尘埃小点上生活 我们虚望的 我们虚厚的望子尊大 我们在宇宙中 拥有某种特权地位的错觉 都受到了这个 苍白光点的挑战 这段话呢 是在人物地球的序言 当中出现的 是张老师呢 引用了卡尔萨根的 暗淡原点 其实卡尔萨根这本书呢 它整体上所要表达的 就是其实我们是一个 我们既是一个渺小 但又是一个伟大的星体 渺小的其实我们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普通的形形 而我们伟大的 是因为我们产生了生命 我们要尊重生命 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 尊重这一颗 独一无二的生命形体 然后呢 今天在最后的 最后的这个时间呢 我相信提供前的不少读者 大家都是通过 十万个为什么 来了解了 开启了科学大门的 这套书呢 到今年为止 大概出版的年线 已经到了60年了 将近60年 它是从1961年 做的第一版 然后呢 引领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进了科学的殿堂 今天是世界地球日 明天是世界读书日 人欲求这本书呢 把这两天做了一个桥梁 然后连在了一起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希望请两位老师 各自为广大读者朋友们 推荐一本 与科学史或者是与地球的认知有关的书 那我们首先请 先添 这个就请你来压头了 我就先讲了 就是我这份的当然就是 这个一本中国 就我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 一本中国古代的一本这个书 就是《孟希笔坛》 当然这个书的话有三十卷 而且它内容其实不光是科学方面的 但是它里面有三分之一的 这个内容的话是和 我们现在讲的什么天文地理 什么生物 还有各种技术 还有物理 这些相关的 那么这个书呢 这个它是非常的特殊的 就是说它是一种 我们叫它的题材是叫笔记小说 所以它写的呢 也还是比较这个有趣的 就是刚才包括我刚才讲的这个陨石 这个这样的一些故事 所以我是推荐这本书 就是《孟希笔坛》 对 现在有把科学的内容专门结集出版的 而且还有注释本和翻译本 感谢 谢谢盛老师 那么我们请张老师为大家推荐一本 行 其实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好几个经典的著作 包括刚才你提到的这个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 那么既然是最后推荐的 其实我个人更喜欢读一些人物传记 因为人物传记 一个是读起来比较轻松 第二个它往往通过一个人物 反映的是一种思想 一种社会环境 甚至是一种文化的背景 那么在我读过的人物传记里头呢 我其实最喜欢的还是 那个红宝的传记 它的正标题就叫做创造自然 这个题目我觉得也是 特别符合我这个人文地球的这个想法 因为你看它叫的是创造自然 我们会有时候会想 自然怎么会创造出来呢 就是说实际上自然界有很多的现象 那么这些现象 其实大家可能过去也许观察到了 但不知道如何解释它 甚至也许没有观察到它 那么红宝呢 就是通过红宝这样一个人物呢 他通过实地考察 然后通过实践 然后通过收集资料 通过自己的思考 把一个整个的一个地球 甚至地球之外这个宇宙的这个情况 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研究 并且最后写出了一个红篇具质 就是宇宙 那么这本书呢 不但这个人物是特别值得看的 另外一个这个作者呢 这个书传记的作者呢 他又写得非常的棒 因为这个传记的作者呢 他收集了大量的资料 而且他的文笔很好 他形容红宝 他说红宝的宇宙啊 他说是他是用诗歌 在来描述科学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呢 本身也真的是在用文学性的语言 在描述一个人物 而且呢 这个人物描写的非常的到位 非常的深入 所以呢 我觉得如果让我推荐一本书的话 我觉得我会推荐这本书 感谢 谢谢张老师 石老师和张老师呢 从两个不同的角度 给我们推荐了两种书 一种呢 是对于科学的认识 比如说就是刚才 石老师推荐的《孟希比坛》 然后还有一种呢 是对科学家的认识 就是刚才张老师推荐的《创造自然》 对于科学家同保的认识 相信大家呢 在明天即将到来的世界读书日当中呢 我们来读一本书 一定会从书当中呢 获得更多人类对地球 对科技的人文认知 然后非常感谢石老师 也非常感谢张老师 在今天这个美好的夜晚 为我们分享了地球 为我们分享了人类认识地球的历史 也正像下面的这个 下面的这个宣传语上说的这样 人物地球这本书呢 是盘点人文地球历史上 群星璀璨的时代 一部地球文明辉煌的史诗 也梳理了三千年 人文地球的历史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各位读者朋友们 谢谢 好 今天的活动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这个晚上 在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当中的 我们做人文地球的这本书 第一次深小活动 这次活动的 这下午 大家 Knight